哎呀 今天有一个同修发了我一个 有一个话 师父您听听 他不是上乡的时候观世音菩萨 他哭着 哇哇大哭 是菩萨跟他说的 他是这样说的 观音菩萨是这样说 孩子们 你们的师父不容易 为你们这些不听话不经济的孩子 背了多少的业 你们知晓吗 众圣为果 果报现前着急了 就知道求菩萨 求你师父 你们所做每一件事 要三思而行而后行呀 莫要重恶因 莫要重恶因缘呀 天使太敌 你们要好生修行 修行多念经 诸佛菩萨自会保佑护持 六月十九当天 你们要好生忏悔你们所造恶业 菩萨圣诞当日 诸佛菩萨造成 自会给你们免去忏悔之罪业 二十五遍为一组 当日最多可念诵三组 每组配七张小房子 你们切记忏悔今生在人间所造恶业 配上小房子烧送效果是平时的几倍 你们这些众生在人间不停地修 也在不停地造业 就是放不下人间这些明和力 你们的精进都去哪里去了 你们的精进都哪里去了 你们的师父带你们累不累 我本不想顺势你们 我是心疼你们的师父 一遍一遍地讲 嗓子都哑了 你们有几个精进去了 师父 这是菩萨说的吗 当然菩萨说的 菩萨可心疼我了 他经常在我身上都跟我讲 就是这样 你看看有些人出了事了 就找师父啊 师父啊 哎呦 做什么事情的都有啊 我真的有时候真的心很狠啊 恋财啊 众生的钱他都敢拿啊 真的 我的我的娘啊 哎 这个是真的没有办法 不是啊 那师父 你看关心菩萨说了 我本不想训斥你们 我是心疼你们的师父 你经过 你们讲讲看 关心菩萨什么时候训斥过 别人的 对对对 他真的是急了 他急得不得了了 是 那师父 菩萨说这句话 就是菩萨的无奈和着急啊 对啊 你要记住啊 这个菩萨救众生 众生要把手拉上来的 你自己的手不伸给菩萨 菩萨怎么把你手拉上来啊 对对对对 那师父 不是下周二不是观世音菩萨的成道日吗 他 菩萨是这样说 他六月十九日 当天你们好生忏悔你们所作恶业 菩萨圣诞当日诸佛菩萨道场 自会给你们免去 忏悔之罪 以二十五遍为一族 当日最多可念诵三族 这个是 这个是 真的吗 这个 这个 菩萨说什么 就是说六月十九不是当天吗 菩萨成道日当天吗 你们可以念那个礼佛大忏悔文念二十五遍为一族 可以念三族吗 三族就是七十五遍 师父 这个是真的吗 这个 这个不是我平时早就不是跟你们每一次大的日子不是都可以念的吗 就是我上次跟你们好像还说到是八十几遍的 根据以往的开始是最多念二十七遍 而这次菩萨说是二十五遍为一族 就是最多可念诵三族 每一族可以七张小房子 平时说最多念二十七遍是吧 对对对 而这里菩萨说是就是六月十九当天可以念三族 就是二十五遍 那就是最多可以念三族 照菩萨的座吧 这是大开普渡 这是菩萨大开普渡 菩萨说每一族可以七张小房子 这就可以念烧二十一张小房子了 哎呀真是 试试看吧 你们烧了之后会消掉很多页了 这肯定的 但是一天当中念不掉这么多 对 那我们可以找传掉自传吗 再自己念重点这样就可以了 对啊对啊对啊就烧掉了就好 嗯嗯嗯 如果菩萨今天讲的这个信息 是不是让我们在他成道日那天又是大开 就是给我们又开安了 是这样吗 师父您开生一下 所以叫大开普渡啊 普渡 普渡众生呀就是 嗯嗯 普渡众生呀 明白明白 好谢谢 因为人生上的业障太重了 如果不是这么消掉多一点的话 哪辈子消得完呢 下辈子就要溜 又要溜到轮回了呀 是是是 明白明白了 明白了啊 谢谢 谢谢师父的思维开生 可以吃吗 谢谢呦 谢谢呦 谢谢呦